今天這段影片是跟大家做個報告 大家知道我直髮已經到一年時間了 我去年的五月的時候直髮的 大家看到其實我的頭髮是長得這麼厲害的 現在的頭髮是 但是近幾天突然之間很想很想剷短一點頭髮 所以今天就決定把它剷短 有些觀眾會說 你這麼辛苦留了這麼久 有剷短好像很浪費 這個其實我直髮前都已經說了 因為最好就是有選擇 我有頭髮 我可以選擇留長可以剷短 但是現在我打算把它剷短 不後悔 落第一刀 我剪頭髮剪了一半 然後發現原來其實是可以不用剃光的 把上面剷短了 然後剷一剷頭 其實就已經好像OK了 正常髮型 但是如果真的受不了的話 就可以選擇去到剷光還可以的 但是現在這樣好像蠻OK的 好 結果呢 去到最後 我還是忍不住手 又變回剷短 但是以前就是沒有頭髮的光頭 現在就是有頭髮的光頭 因為你看到有頭髮的嘛 這個就是跟以前的那個分別 有頭髮的光頭和沒有頭髮的光頭 哈哈哈 真的很舒服 因為我又可以這樣摸個頭 這個呢 出去外面 給老婆看看 看看她有什麼評價 久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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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應該是這個最重要的 現在是髮型的R帽子 所以現在是髮型的R帽子 以前是髮型的R帽子 所以是髮型的 始終都是這樣舒服一點 我太過習慣 我十幾年時間 但是因為都是一句 現在是有頭髮的光頭 不是沒有頭髮的光頭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日本系 日本系 日本系的 日本系的 我原本打算留牆 但是結果還是不行了 都是短頭髮 襯了我多一點 舒服一點都是 以後都應該是這樣的 大家好久不見了 我幫忙來了 我